好爱呀好爱呀 马来西亚又有政治的变动了 我身为一个港人住在大马 快快和大家朋友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以上就是发生社一张图片 还有大马里面的传媒已经是 包括电视机都报了 这个首相慕尤丁将会是最快明天辞职 这个也是等最后的确实 但是全市面都是这样的 这个首相委的变动正正也表示了 马来西亚又踏入了一个政治的风波 当有另一个政党接本的时候 也是一个大洗牌的时候 这个也是我Angelo 在等更好的时机 因为我要买楼 当然啦 每一次推个人下台 肯定有很多理由 我Angelo听完 都是听一下 没所谓的 又说是管理新冠肺炎 不当 现在每天 连续5天 都超过2万 第一件事 我想说回 我住在这里 我完全感觉不到那些恐慌性 好像伊波拉病毒那部戏 是没有的 我真的不觉得是很大的问题 相反通常出问题的地方 都是比较平民的地方 你明白啦 我们那天来到 我们一般都有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真的完全感觉不到很大的问题 但事实的数据上 亦是有的 打针的安排上 你看回之前的影片 都很合理的 我亦都不觉得是很混乱 所以我亂而是感觉上 我自己身为在这里住 我又不觉得很亂 这个很矛盾的 大家去取桌一下 我只不过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 你同意与否 是不重要的 但我真的都很希望 我第一身的感觉和经历 可以告诉你一些资讯 去明白和选择你自己要的东西 我就是在这里生活很开心的 我都想和你们分享 但是近段时间 因为考虑到移民和移居的问题 我再说一次 我Angelo提醒你们 你们是要移民的 不要再放时间在马来西亚 现在开了大门 你们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 每个国家都会很支持他的国民 很爱识的国民 去做自己的选择 好了 又接轨到这个MM2H第二家园 我刚刚出了一些新的辣椒 市面很多人 包括KOL 很多一些顾问公司 有很多的发表 详细已经有这些专家分析了 每个字眼 都go true 都go true 我都不需要再浪费时间 因为我Angelo 都很少做这些东西东西 留一些专家做 话说回来 因为我要买楼 我当然很着意 这些东西的 里面的MM2H 其实我看完 告诉大家 我的感觉 说来说去 都是要差不多8万元 月入的证明 和5加5 这个真是令人很气愤 大奇想起来 我抽身 撇开这些咬文着字 留回其他KOL 或者顾问公司去解释给你们听 在我Angelo的看法 他根本就是 有少少间接的 所觉 他不是很想开放的市场 所以你看完这些细节 就是这么简单 里面是不是牵涉了 其他国际间的政治理由 他不想收任何每一个很大 很强 很活着一个国家的人呢 这个大家想一想 好了 又说回来 不就是政治 整天都会变的 MM2H 是否也可以变呢 当然可以 但宪法都可以通过修改 这些第二家园计划 当然随着市场和国家的需要 但现在很明显 我再说一次 我的看法是 他是间接 有少少控制移民的措施 先关门 但我觉得长远 是会 到解二十日 是有可能是开的 尤其是要看国际 现在的大乱局 马来西亚是一个被动的小国 和超级大国际 大家不要玩 这些是基本分析 难道每次都说 把50天线高过200天线 200天线又高过250天线 250天线又向上 讲这些 技术分析吗 这些留给你自己做功课 不要太懒 由于我是重要置业 将我部运的资产 是货配置在这些产业上 当然Bitcoin有机会再和你分享一下 所以现在我听完这些消息 其实 我有少少着弱 我觉得楼价还未够低 去入市 所以 大家都可以计划自己 尤其是 本身我在这里住开 我再说一次 医疗教育 吃喝玩乐 简直是FANTASTIC 你还想要什么呢 我要有空飞回香港 吃烧鸵 打麻将 这些人生有多何 所以我总结 楼市见底讯号 是未完的 日子有更低 但是 我是要等机会入市 现在是未够低 未够满足我的要求 而MM2H 我会觉得 稍后有机会有修改 这个修改 大家看着 这个世界局势就可以了 而在马来西亚 这些政治变迁 变来变去 其实大家都 建议为常 没有什么特别的 大马有个大二 他们都是 好一般性 我都不觉得 会有很动荡的感觉 总体 我是觉得 等机会入市 因为 你看看 这个新的MM2H 是由一班柴娃娃的旅游局 转到一班 很严肃的 纪律部队去做 接着 现在就说 没有定要下台了 最后 我就回应了 我有一些朋友 问我一件事 就是那个 MM2H 也是东马那边的 第二家园 我想劝大家自己小心一点 有某些什么会所 有什么游离 那些 有什么游离 那些大独大狂的推介 我最怕 那些 在做什么 他们 而在东马 香港 已经有这些 门骗事件 正在审查 所以我不再多说 大家小心一点 拜拜